之后呢 他先说什么法呢 他不是先说解脱法 他先说三端正法 布施慈戒禅定 布施呢是讲在最前面 他最容易去利益众生 最容易去涉受众生 那前面提到说 如果您的人际关系不好 改善人际关系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布施 你给他裁施 你给他法施 你给他五位施 他都可以改善 所以呢 我们知道布施的殊胜功德之后 知道还要怎么样呢 做到 你去做一分 你就得到一分的功德 今天 我们跟大家介绍 佛法盖要菩萨的修正法门 六度的第一度 叫做布施波罗蜜 那下星期呢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瓷戒波罗蜜 戒波罗蜜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我给你做这一晚了 我给你做一次 我会分享 的那种 我对这个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绝照您的佛性波热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念主的基础 身 受 心 法 是守护修行人和除灭烦恼最佳的主题 二 根据一位阿罗汉指示 轻行禅思时 在身体上和心智上都要予以善加守护 念主必须安置在选定的主题上 或是身体的一部分 或任何疑运 不要被分心而变得有益不低 三 每动作都要以念主为前导 举止不要像睡着的人那样 位于念主守护 必须恒常地保持警觉 行住坐卧不能失去控制 这就是所有圣弟子所遵行的真道 四 没有念主过自治 就像是掌养罪恶和烦恼的窝图 被生死轮回所缠混 世上至高无上的就是心意 一颗认识自行的心 就是已经认识法的心 一颗到达自行的心 五 牺牲所有认为属于自己的一切 包括这个身体和心意 但万物舍弃了法义 也就是当时正在内观的或休息的 六 就是这个内在平稳的安住正法的休息 不屈从外面的影响 将引导修行人达成其最后目标的实现 七 在重要的时刻 让正法坚定地固着于心意 因为正法存在的地方 就不会让心意迷失于外境 然后就会产生意志力和必然的安稳 八 从自明等义和自暴自其之中 不能获得实质的发展 一个修行人 必须在每一方面培养生也安住决心 死也安住决心的心态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的进步 心里越是抓紧选定法义的主题 越是关键性的时刻 攻击者将从这样的心意中撤退 不管是老虎 蛇或大象 修行者 甚至能够向他直走而去 他的心充满慈爱和正法 动物们能感受得到 十 当法义在心里展开的时候 弊义才能认识什么才是正法 这要看法义开展的程度或深度而定 如果两者完全一致 他们之间就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十一 在完全一致的水准下 可以这么说 心即是法 法即是心 现在没有矛盾存在了 因为烦恼被熟去了 所以哪天又被冤了 我明白了 没有人自以更是让人去 这也终于这 것을看法书 invention 这不表现 我喜欢你们俩的天童 我们俩的天童 我们俩的天童 用的手 让我们俩的天童 能俩的天童 我hington 我说 你出现继续 十二 无论要发生什么 就让它发生 因为那是它的自然过程 所有生者必当死亡 准确的方法是要勇敢和果决 不要忧虑死亡 十三 时候未到 死亡是不能来临的 取代对死亡的预期和想象的 将是意想不到的意志和勇气 十四 关于烦恼 一 任何有烦恼和忧虑的地方 修行人会被劝往那个地方 任何没有烦恼和忧虑的地方 也会让修行人离开那个地方 二 虚浮于烦恼的低深驱策 是自我放逸 从中不能获得任何地益 只会造成精神上的能量下降 三 一个没有任何压迫的地方 就无助于开发心意 而一个修行人 必须要经常留意 潜藏着危机的地方 最后往往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种地方 心意不敢自离于念住 这就是精进的途径 四 每当精进的意愿加强时 群居的意愿会同步地减弱 而希望隐居 离群所居的修行 十五 关于心意开发 一 心意开发 去训练心意 去接受理性和正法的指挥的 去认识如何适当地处理他 自己和其他情况 然后防止心意失控而奔驰 所以 一颗未经训练的心 才会冷静下来 并能予以控制 二 心意开发 就是依据法则 正当地因果法则 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在遵守这样的一个法则时 不允许偏见或个人的喜恶 掺杂在一个人的判断之中 三 心意开发 不过是心意观察而已 它是透过念珠的建立 来观察突发和飞驰而过的心意活动 四 当心意能够被刻意精进地安住在一个主题上 而这主题本身 不会对未开发的心意产生有害的作用时 结果 就会产生一种喜乐和宁静 五 当喜乐的宁静程度 足以进化心意时 就不再需要建立以前的主题了 因为心意现在 能够独立地保持它自己 并进入内在的宁静安居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 当心意必产生平静俗态 伴随着这个蚕丝程度的宁静喜乐 仍然是只跟在有的因缘流程之中 在流程的结果 深之中 因此 各种程度的蚕丝 都要与智慧结合才是合理的 对于高级蚕丝更是如此 其中 智慧必须予以有力的强化 以防止自我迷惑 佛陀曾经说过 任何人见到了法 就见到了我 任何人见到了我 就见到了法 十七 心意是一个伟妙的东西 尊者阿加曼常说 即使一个伟细的干扰 也会成为他进步的障碍 十八 所有的障碍都必须独自勇敢的面对 除了从经典上学到对峙的方法 不能指望有其他的解禁 十九 正法和烦恼是彼此相反的 一个遵从正法的人 必须对抗烦恼 不会自我屈服 然而 服从烦恼的人 必然会违背正法 认为正法是令人苦恼的 剥夺他的乐趣 二十 尊者阿加曼的指示 总是要求绝对的自我牺牲和勇气 因此 接受他训练的比丘 如果他们会死亡 他们愿意尽最大的精进而死 如果他们活着 他们至少挣得了少许程度的内淫和解脱而得到威解 他们将不必感受 世间诸有无尽的生死痛苦了 二一 一个对法漫不经清的人 是绝不能蒙受法义的 他只能耍嘴皮子 而他对法的修习 则是须有其表 二二 一个人的心意之外 也无法 法的修习 必须直接向着心意的开发和进化 法的道路就是心意开发的道路 认为法在一个人的身心之外 就是误解了法的真实性和根本性 二三 因为这个事实 一个人的身心就是法的本身 他的善恶行为在法上产生了效应 所以感受着他的苦乐 二四 借着心意 各种业行才得以执行 由于心意 他们的果报才得以积聚 这是自证无疑的真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五 心意 他感受着业果的苦乐 他产生得失 在喜乐和悲惨境界中轮回生死 因此 他是最重要的 所以 一个人在现在和未来 都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对待 训练和守护他自己的心意 二六 夜行 是在自己的身与异三叶中 行善和行恶 就是自己不断地造作因 并感受着他们的果报 这个真理是明白的 而且可以自证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罗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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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是六载日 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